人民帝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 每天都在接触 每天都在使用的货币 它穿梭于一个个市场 把资源送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它在一只只手掌中传递 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人民币就像空气一般 既平常也普通 但在有些人看来 人民币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比如画家石村 石村自小在南京学画 长大后移居现代艺术中心纽约多年 几年前它改行经商了 在阅读过形形色色的人 也游历过大半个世界后 人到中年的石村 又有了很强的创作欲望 它重提画笔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我觉得在中国 这人与人之间 还有这个国家和人民之间 它的最大的一个连接点呢 其实就是这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呢 它是一个货币 也是一个媒介 它还是一个财富的分配工具 人们呢 去崇拜它 去谋拜它 去追逐它 所以我觉得这人民币 其实有很多的含义 它的内涵非常丰富 我就走进了这人民币 我突然发现 这人民币 其实就是新中国的历史 它讲述着过去 它也掩饰着今天 它预示着未来 人民币就像是中国的图腾 有13亿老百姓相信它 接受它 喜爱它 当它是安身立命之本 半个多世纪间 人民币沿着新中国的文明进程 一路走来 不断演变 它周围的人们 对战争危机和变革所持的态度 决定了它的设计 塑造了它的第一 它始终身处于 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 每一方图案 每一寸纸张 每一丝纤维 都浸染了中国人 在历史创造中的悲愤 呐喊 激情 喜悦 苦闷 过往的这五套人民币 最终拼接起了一个 我们共同走过的时代